上次吐淘国内偶像剧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看情深深与茫茫的分析文前站着趁着芒果台在重播 女王我和CC又忍不住跟着看了一遍 没错这部戏又双镯重播了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在芒果台重播 虽然把这剧现在看确实会觉得里面的人有点太抓满了感情总是那么浓烈 好多镜头只要被速观看都会觉得鬼畜不过当 我看进去以后就发现他的故事还是合乎逻辑和可以打动人的人物也很有个性 尤其是一情态特别至于现在大家说舒缓扎如瓶表爱情鬼三观之类的梗 我觉得某种程度尚是对这部剧的一种过度解读 所以我今天打算分享一下重播官后感以现在的眼光来说说情深深与茫茫 为什么会成为经典情深深与茫茫是2001年的剧看老剧 最怕一种尴尬就是服装造型老土过时 不过情深深与茫茫因为故事发生在民国本身就不是现代戏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看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里面的人打扮好复古啊 不得不佩服穷摇毒辣的眼光 很会挑人每个人都是好看的而且好看的不一样 赵薇当年演这部剧的石红是颜值巅峰一平的几个舞女造型 在当时来看是时髦的艳而不俗很适合当时的 赵薇林心如那时还有一脸胶原蛋白天真懵懂的大眼睛 穿上民国校服眼不知事故的白富美刚刚好不穿学生装的时候 如瓶的小洋装也很抓人我最喜欢这身骑马装红黑 搭配永远经典头上的蝴蝶结还和上衣颜色呼应里预演的芳瑜 也是大美女可希里 遇33岁就因病去世了 不过她在剧里还是留下了美好的一面 走之心路线 必念打扮虽然素但大方得体 她和尔豪是颜值很高的一对孟婷奖 话难听可无关也是精致的可 林现在变成了表情包 但在剧里她不发疯的时候就是有 村友可爱啊就连雪仪这最大的反派结婚 这时候她穿红色披风 也是艳鸦巡方那灵力 竟完全可以明白她为什么可以受宠那么多年 以前的剧没有滤镜反而觉得每个人都水灵水灵的 而且真的造型和妆容都各有特色 除了颜值在线服装精致情深深 也很注重细节 街上添了很多香烟小广告 那是当时民国流行的孟婷在看的杂志是良友 大家都知道这本杂志在民国有多畅销 那几乎到达妇女之友 人手一本的地步还有舒桓的记者名片道具 组也认认真真 做了出来上面还有电话这 细致程度真的比我们现在很多偶像剧都良心剧的品香好 所以到现在也不觉得做实这事情深深 能成为经典的基本条件 但要打动人重点还是人物 虽然现在舒桓和如瓶有很多争议 但不得不说女主角一瓶绝对是剧里最亮眼的一个角色 如果当时有大女主的干液一瓶绝对是标杆 赵薇当时真的随便一拍都好看 和穷瑶 过去很多小说的女主被警类 四一瓶也是苦命的他妈妈是吧 一太早早就被曾经当过东北司令的爸爸赶出家门穷客潦倒 还经常被血液击负担同 十一瓶又和过去的穷瑶女主不太一样 她从不卖谈个性要强 有主见小燕子是可爱的 但一瓶却更显现任 当她看透父亲的凉薄后一瓶 就决定独立自己赚钱养家务听唱歌 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人会觉得有失身份 可是一瓶却始终不卑不抗客人 要她唱不正经的歌 她拒绝哥哥耳豪 觉得她丢脸 一瓶说 我比你们高贵 我是来赚钱的 赚钱不可耻 经济独立才能精神独立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的 大理一瓶当时就做到了 一瓶做人真的很有底气 每次对人都是置地有声 坑乡有力 而且一瓶赚钱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有为了帮助身边的人 移民家里环境不好 她还是把钱拿去接见 李富官一家在抗日时期 她又支柱孤儿见孤儿 愿一瓶再努力赚 钱的同时却能特首自己的原则 从来没有被金钱蒙蔽过 像现在大女主流行的黑发戏 马一瓶这里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 一瓶还很有反叛精神 在当时那个父权 父权比天大的时代一瓶 是少有的敢反抗 父亲的女儿 父亲陆振华叫她不要赞 留在舞厅唱歌 一瓶说 我有我的自由意志 我不是你的下属 不是你的士兵 你不能命令我自由意志 多么先进的词 对自己母亲 她是爱其不争 她一次次提醒她妈妈 你和爸 爸是父亲 是平等的 你为什么总要服从 你服从了一辈子 还不够吗 谁陪给你一辈子的悲哀呢 就连对自己最爱的母亲 也不是盲目服从 一瓶是有自我的 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瓶也还是努力 保持着自我 她不愿意无条件下舒缓虚服 爱情或许会让我忙 但是不能让我盲从 说的太好了 忍不住要为一瓶洗力 武长 显然在民国时期 一瓶能有这样的思想 是很超前的 她这样的超前不合理 那是女主光环吗 不情深深 比现在大多数偶像剧 做得好的 一点是她的人物 是有逻辑的 一瓶的反抗精神和自我 一世前都是她 从苦日子中熬出来的智慧 一瓶独立坚强 是因为她比别人吃过